欢迎回到热线追踪 过去由新闻局举办的金曲奖 每一年都非常的盛大隆重 受邀上台表演的艺人歌手 绝对是当时最红的艺人 包括小虎队 金城武 林志颖等等 都曾经获邀登台演出 随着金曲奖逐渐在海内外打开知名度 不少香港天王天后歌手 日本 韩国艺人争相参与 而说到金曲奖 绝对不能漏掉张晓燕和陶金银 他们师徒二人 连妹接下第九届的主持棒 也就是从这一届开始 金曲奖颁奖典礼首度开启的红坛走秀 另外还把颁奖现场打造成派对风 希望除了颁奖的紧张刺激感之外 大家也可以好好享受这场音乐盛宴 歌手红不红 从能否登上金曲奖舞台就能略知一二 1980 1990年代最红的偶像团体小谷队 好几年都是表演嘉宾 这股金曲奖的偶像热歌金舞旋风就此刮起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李宗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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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1992年男神金城舞以及动灵小旋风林志颖 在金曲奖上的处女秀 随着金曲奖逐渐打开知名度 香港歌手艺人也接力登场 如果说一切都是天意 一切都是明明终究已注定 是否能再多爱一天 能再多看一眼伤会少一点 那是一个没有YouTube的年代 那是一个没有手机直播的年代 可是台湾的节目透过他们前期的暖身 其实在海外的朋友们已经都知道 有一个金曲奖了 所以相对的 我相信在香港的朋友们也会开始重视金曲奖 马来西亚 新加坡 因为有那么多优秀的歌手来台湾出片 所以在整个亚洲 我觉得都开始认识金曲奖 我觉得是一个时代很棒的推进 每一年每一届主办单位都想方设法 希望能有创新 而1998年第九届的金曲奖变得很不一样 典礼现场第一次红灘走秀 颁奖晚会模式同样也从龙中风走向派对风 连续接下好几届主持棒的陶金银张晓燕 突破自我极限 不仅造型摆变 还有这段精彩演出 小燕姐 来了 师徒两人舞力全开 堪称是晚会的大亮点 而歌手的串烧组曲同样不能少 声语混音乐 放称的高 Analytics 表现火之后 可能没不余的赏 堆手不会动手 尽量我来 자꾸翻 forecast 可笑 獲得的故事 一方面当您妈妈牛一下 爸爸一起恰恰 跳渣的人会花过 头脑不切样 巴istas 和溺痺 山公我们 stinks 吋� progressing 入乎平时 帅火之后 混书 浮生 火之后 Industri 我很快乐 一群人和我同样的吊吊 白了其实也没有什么道理 保识你 从第一届到现在 参与的艺人布置港台 包括东南亚 日本 以及韩国当红偶像团体 Super Junior 也都曾经来台湾共襄盛举 金曲奖不只是站在 流行音乐浪头上 更是引领潮流的 文化指标